没有对比的意思 今天只是想从一个传统燃油MPV用户的角度 来看一下这台传奇18家到底值不值得买 传奇18家号称比MPV智能 比轿车能装 比SUV舒适 比电车省心 那今天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一下新车 首先比MPV智能 这点我承认 我的荣威IMAX8中控屏尺寸小就不说了 而且斑马自行车机系统真的是一言难尽 反应速度不算快 而且功能也不算丰富 智能座舱方面 传奇18家给你安排了14.6英寸高清中控屏 配合儿地狗5.0智能车机系统 UI界面清新干净 人机交互自然流畅 高德导航动态显示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用的 但我的荣威IMAX8并没有 传奇18有了 而传奇18还具备了四音区的语音控制系统 我的荣威IMAX8是前中后三排都能语音控制 另外荣威IMAX8中控台整体设计风格 好听是传统 不好听就是老气横臭 相比之下 传奇18家会多一份时尚感和家庭温馨感 最后传奇18家采用了 时下流行固定式的中控地台 看上去会更加的规整 更加的高档 但我个人觉得实用性方面 是不如荣威IMAX8的移动摩扒 起码我可以灵活的左右前后走动 接着比轿车能装就是空间问题了 传奇18家可以说是 进的本田奥德赛的真传 你看这第三排的翻车钓鱼灯就知道了 空间的灵活性肯定是无用自已的 但有三个矛盾点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另一个矛盾点是座椅和空间感 荣威IMAX8的座椅很厚实 坐着很舒服 但视觉上的空间感一般 而传奇18家的座椅造型 也是很有日系的风格 显得车内的空间非常的宽敞 第二个矛盾点 档翅和实用性 一体式的航空座椅 看着显档翅而且还舒服 但是活动式扶手的座椅会更加的实用 尤其是家庭用户 你抱着孩子上下车 以及是进出第三排 这样的扶手会更加的方便 第三个矛盾点是实用和安全性 好像我们这种二胎家庭 老大一般会放在第二排 老二会安排在第三排 这就涉及到了被动安全问题了 尤其是被追尾的情况之下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荣威IMAX8 是因为它是首款中保研 六项安全碰撞测试的全优车型 至于传奇E8家 我不知道 至少我没有找到权威碰撞测试的成绩 然后是比SUV舒适 这是肯定的 毕竟MPV的离地间隙 比SUV要低 高速的稳定性肯定会更好 实际感受来说 底盘依然是很有日系车的风格 足够的轻盈凝巧 但是底盘的厚重和扎实感 是不如我的荣威IMAX8的 毕竟人送外号高配低价的别克G18 隆隆的欧美系风格 我的荣威IMAX8底盘还有一个优势 四轮的独立悬架 舒适性是可以兼顾的 传奇E8家为了第三排的魔术座椅的关系 没有空间布局多连感的悬架 但是它有力量不会差到哪里去 稳定性也是不缺的 传奇E8家好歹是新能源汽车 它有着电驱的输出特性 就是足够的畅快 没有开大车的那种笨重感 特别适合在城市里面去使用 而我的荣威IMAX8传统的燃油动力 优势是在高速上面 后劲会更足而且还省油 传奇E8家Clt7纯电续航 是可以去到150公里的 但是我对于插混车型的纯电续航 并不是特别的关心 因为作为一台MVU肯定要跑长途的 对于1000公里2000公里3000公里的行程来说 这1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压根就不重要 那它的电池对于我来说 只需要它在怠速的时候 可以使用 不烧油 不产生废气 就足够了 最后比电车省心 这一点我是非常的认同的 插混家用MPV肯定会成为主流 因为传统燃油的MPV 以及是油混的MPV 它有很多使用场景是满足不了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在车上将就一碗的时候 废油就不说了 而且容易尾气中毒 一个万一就咯屁了 而传奇18家它是插混 它有纯电的模式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同时我向来都认为 纯电和MPV是不搭的 毕竟MPV肯定是离不开长途奔袭的需求 回到开场的那个问题 传奇18家到底值不值得买了 答案是 你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因为20万级别的插混 MPV本来可选的产品就不多 东风风行星海V9 它的做工用料还是差点意思 而瑞丰RF8以及是大通大加7 货运气息还是浓了点 所以最后只剩传奇18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